现在特别去强调西部的大开发 必须要跟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丁决定 俄罗斯必须要向东转 当俄罗斯向东看 那中国大陆向西看 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把这两个大的国家 你在地缘政治上 你是不能忽略 因为你跟这个相较之下 什么中印的冲突 缅甸那边 那根本那个都是一点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 习近平亲自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 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 这会议指出呢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中央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要深刻体会中央战略意图 那准确把握西部大开发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 定位与使命 要保持战略定力 短短几行字 这个战略这两个字 就出现了三次之多 西部我们看到这个大地图 涵盖了中国大陆12个省份 占了全国面积72% 人口则占了全国的27% 那相比于沿海的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绿色这一块 沿海一些省份 西部呢 以及就好几个省份 掺杂着国界所构成的 地缘冲突因子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 跟印度呢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双边的关系急转直下 但也引燃了 1962年以来呢 最大规模的边境冲突 现在双方的直航的航班 中断了四年 可是都还没有恢复 所以《环球时报》也批评说 这极不正常 邱老师 我们看到 讲到说西部大开发 当然现在有经济上的任务 必须要去处理 要负重前行 可是要如何兼顾 经济开发 跟边境冲突 这两者 我觉得因为 整个西部开发的战略 从江泽民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定下来 那个时候的西部开发 着重的是 在整个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是目前国际的形势 一直不断在变动 那我觉得在现阶段 重新就是或者是 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 就我的角度来看 这完全符合 中国大陆的战略意图 跟战略价值 为什么 因为西部沿海 如果你是在印太 产生任何冲突的话 西部沿海就是第一线 那真正可以给 中国在未来带来 稳定持久的发展 甚至是在战争机器运转的动力 其实就是打西部 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 再来是 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特别去强调 西部的大开发 必须要跟 俄乌战争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丁决定 俄罗斯必须要向东转 对 当俄罗斯向东看 那中国大陆向西看 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把这两个大的国家 你在地缘政治上 你是不能忽略 因为你跟这个相较之下 什么中印的冲突 缅甸那边 那个都一点点的 其实你从 你必须要看到 因为以国家战略的 这个角度来看 当俄罗斯在向东转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必须 中国大陆就必须要为 这个东西去创造一个 两个可以对接的 那中间还有一个中亚 中亚扮演了 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缓冲群 那可是 如果以目前 中国大陆西部开发的情况 那即便将来 俄罗斯一项一项 逐渐向东转的政策在落实 那中国大陆是不是有做好准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当然一带一路 大家之前 都觉得一带一路的天花板 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俄乌战争爆发了之后 一带一路的推进 因为南方集团跟 西方阵营之间的分裂 导致一带一路的推进 反而在这种拉扯底下 一带一路的推进变得比较快 那一带一路 最主要的起点 就是整个大西部的方向 它是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动机 那当然 在未来我们不知道最终 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情况会走到什么地方 但是不走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不仅仅只是按照原来的节奏 而且必须要加大加快 我想这个是这一次为什么特别提这个的 理解 最后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在中亚一带 当然就会有很多可能旧的 比如说伊斯兰的圣战组织或激进的或偏激的分子 这个才是未来在安全上面 中国大陆必须要更加强西部 就是你不能像罗斯的边境一样 就是边境很长 但是中间漏洞一大堆 那未来当你再开始着重西部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必须要补强起来 对 所以听起来真的 未来要兼顾经济发展和安全 尤其是地区的安全 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后来看到印度最近打算要置之10亿美元 加速在中印边境的阿鲁纳茶省 要打造12座的水力发电站 这个举动被中国视为侵犯到主权 也让中国大陆跟印度的边境冲突再度升温 像是最近在网路上这段影片 疑似中印的士兵在14号 他们就在边境爆发了扭打冲突 怎么回事 舰长 我们如果看到阿鲁纳茶省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 中印争议地区 就是这个地区 那这个地区 其实这个是当年英国所占领的中国的区域 所以跟中国有这个麦克马红线 但是不是因为你不再被英国殖民了 你就可以继承英国既有的这个 跟中国方面的两个的一个默契 所以他现在认为这一块 印度认为这一块也是他的 但是事实上来讲 这个是藏南地区 那个是中国的领土 寸土不让 只要是炎黄子孙 不会默许任何一块土地 就这样子莫名其妙交到印度手上 那印度其实他是花了十亿元 要盖十二个水电站 为什么他要盖这么多的水坝 然后做水利发电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岳老师常常去 无论是重庆或者是去成都 看到那根本就是不夜城 那个大楼的那个晚上 通通都是光雕 然后都是随着时间做光影的变化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为什么台北不可以这样 因为台北没有电 而且还有很多小动物 对不对 还有绝缘的树枝 也会把台北的电给切断 那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印度看到了 而且印度也想发展工业 他们也想要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需要更多的电 可是他在核电或者是其他的 绿能还没跟上来的时候 他其实最可靠的就是水利发电 那他也要盖这么多的水坝 那他的水坝其实就是盖在 雅鲁帐步江的下游 可是中国是在雅鲁帐步江的上游 他觉得你上游把我下游的水管住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 那他们还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拿石头丢来丢去 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也就是中国或者是印度 两方面的政府都不想让这个事太扩大 所以你只能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大家只能用石头 然后用狼牙棒 这样就是 只要不要失手 基本上是打不死 那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来维持双方面的互动 那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印度他们之前 在这个地区内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在阿鲁纳查省的这个达旺地区 它其实盖了一个隧道 这个隧道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藏南地区 它通过藏南地区 那它最主要是什么 它其实它可以作为快速的运兵使用 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它对于印度的任何一个作为 都非常的警戒的主要原因 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是 保守国家的领土 顺土不让 这个印度跟中国强权夹击 下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地方 孟加拉 它的总理呢 哈希娜日前在访问 中国大陆两国才宣布说 要把中梦关系 说要提升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孟加拉却在这个价值 十亿美元的河流开发项目 选择了印度而非中国大陆 哈希娜他怎么说呢 他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希望印度来做这个项目 请教皇老师 这个哈希娜他的盘算到底是什么 很清楚啊 他就是在强权之间 去获取孟加拉的最大的利益 那这也是我们在看一般国家 外交上面很常见的事情 你也可以说 他那个叫做分散风险 你也可以叫做避险 或者叫做多边合作 随便都可以 但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对外关系交往的一个做法 那我要讲的 也就是说孟加拉他 他自从这个哈希娜掌权之后呢 虽然说啦 他的反对党一直说他不民主 但孟加拉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他 一下就挤身到 如西方一般常讲的所谓民主的指标 但是他确实有在慢慢的进步 而且这个孟加拉他在政治之外 他的经济的成长你看得见 他劳动力的低廉你看得见 还有一个对外资很重要的 他环境评估的条件很宽松 因为他要招商引资嘛 所以他这些条件 再加上他充沛的人力 还有呢 他的地理位置 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 他的报告都讲过 也不用他讲了 但孟加拉确实就在南亚跟东南亚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枢纽 所以你就看到 包括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印度等等的 纷纷都在孟加拉这边加码买进 孟加拉很清楚 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很重要 我就跟你们每一个都玩一下 孟加拉他的这个 十亿美元的工程给印度 不足为奇 因为他也跟中国大陆 就在今年的这个 七月的八号到十号 十一号左右 孟加拉的总理去访问北京 七十亿美元的贷款 更不用讲说 孟加拉参加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已经好多年了 而且孟加拉也知道 我参加一带一路一定会对 美国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孟加拉也拉近跟美国的关系 甚至他在一些外交政策的说法上 我说让美国觉得放心 譬如说孟加拉说 我要强调的是自由经济 左边合作 还有呢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不都拜登讲了吗 可是呢 孟加拉后面还是有讲了 但是我会坚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这个就好像就是北京讲了 你就可以看到孟加拉其实 我这边讲点那边讲一点 大家都高兴 反正大家都需要利用我 那孟加拉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的地位 让他所谓金色孟加拉国的计划可以实现 他希望在六年之后 整体的GDP可以接近一亿美元 不知道可不可以 因为同时间 他的外债也涨得超级快的 他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的外债成长了 大概350% 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外债大概 有970亿美元 那你说他在2030左右 他的GDP要到1亿美元 到底他的外债怎么办 有些人就说 哎呀你不要掉入中国的债务陷阱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孟加拉到底是不是真的很紧张 但是孟加拉想说 反正以债养债 发展经济 这也是一个商业投资常见的做法 所以孟加拉总之很灵活地在玩强权之间的游戏 是 那我们说回来在这个中印边境的问题上 那尼泊尔的地缘政治就更重要了 再加上马尔蒂夫 燕老师你怎么看 那现在印度这个包围网是已经成型了吗 我很认同黄老师刚刚讲的一个重要观念 这个我们在哲学叫做国际限制主义 那这个国际之间是没有什么新鲜事 基本上都是料到这个国家里面 它就是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讲求实力了 第二个就是拉帮结派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讲本国利益了 那不管你讲哪个国家都这样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印度这个角色 在印度就是在整个次大陆这边的角色非常特殊 那么印度本身来讲呢 因为它那个地缘关系很好 除了印度的西北角有一点缺口以外 它绝大多数是一个完全封闭的 所以印度本身在那边做老大 非常嚣张 就是说我们知道以前有个国家叫习金 印度在七零年代就把它吃掉了 就现在变成它的一个神 那个国王本身还流亡到海外去了 不单他也准备吃掉 那尼泊尔也是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马尼夫的情况 度假圣殿也这种情况 但是为什么它情况特别呢 我必须要强调 主要原因就是说 印度自从出现了这个莫迪 这个老仙他非常特别 他是强调这个印度教独大的 印度本身在印度教独大的时候呢 他就惹到了马尔迪夫 马尔迪夫的这个总理 就叫做穆罕默德 叫做穆伊祖 那么他本身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一件很细微的事情 就是说印度面对于这个巴以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就巴拉斯坦跟以色列冲突的时候 印度其实很早就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就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回教图 所以说这个全世界的回教图 包含这个东南亚地区的 他们对印度都非常不爽 那马尔迪夫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回教的国家 那另外这个尼泊尔的话呢 它是一个藏传回教国家 尼泊尔国家非常特殊啊 尼泊尔国家的话呢 硬实形态是毛泽东主义啊 这个非常非常特殊的 就是他们是大概是唯一的 就是说非中国的毛派 所以说它基本上有这个历史的传统 那么就是为了要避免被印度吃掉 那避免听印度 所以说马尔迪夫叫印度的部队滚蛋 然后那个尼泊尔本身来讲 跟中国拉近关系 这个其实都有含义的 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 就是你想在大国之间呢 要找寻一个平衡的角色 那印度的话呢 本身的话呢 莫迪斯不断地推展这种大印度主义嘛 所以说这个结果是也非常好理解的 那么印度我必须坦白讲的 就是也是为了本国利益 也非常懂得利用这种情况 也是莫可奈何了 是 好 说到印度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他们把印度2024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上调到7% 那印度总理莫迪 他就把此归功在印度制造 这个计划的成功 好 原老师想继续请教您了 莫迪拉想趁着这一波将这个印度可以取代到中国 成为世界工厂 但是不是还是有难度在 帮我们短大就好 我必须要这个强调 这个印度是标准地减到了这个机会了 那么印度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印度是人口大国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国家 还有一点是印度种族最分歧的国家 听说在印度找翻译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超过一百公里以外的话 你得另外找个翻译 因为那边讲的话他自己可能都听不懂 就分歧得非常厉害了 那么在印度这个发展 目前为止做低端制造业的话呢 我觉得印度是表现得可圈可垫 因为人口多嘛 对不对 这没话讲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呢 只要慢慢进入了一些高端制造 高端生产 甚至需要高科技的话呢 我不晓得印度能不能满足这件事情 但是我看到印度的基本建设 跟中国的基本建设 是用的力量以及这个建设的成果是不同的 根本就不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刚刚强调讲说印度盖12个水电厂 印度盖的工程基本上常常盖了没有多久 动工或不久 然后或是说是运工或不久 就垮了事情实有所闻 那机场的屋顶掉下来 最近好像连续掉了三四个屋顶 所以我自己 我对印度就是说非常尊重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很多印度同学 确实是非常有才华 我这次到了上海开会 看到几个印度人 印度人我跟你讲非常厉害 印度非常会演戏 非常会讲话 而且印度做了什么事情 都是这个无怪乎 就是世界一流的管理人才 都很有一套 但是我对印度个别的人才 没有话讲 但是整体国力的发展上来讲 我还是有一点保留了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